为什么会说最时髦的奥运会是2024巴黎奥运会 官方奖牌由法国珠宝公司Shermay订制 火炬奖牌箱都是LV的 国家队的队服也是时尚的较量 各国运动员身着特色鲜明的队服登场 那么哪个国家的队服才是最美队服呢 让我们现在一探究竟 公道主法国队的开幕式队服 由LVMH旗下的Berluti负责设计 以燕尾服为蓝本 将法国国旗标志性的红白蓝三色融入其中 领口处的红蓝白三色增强 渐变宛如一条丝巾 颇具法式优雅 而美国队由连续九届负责赞助 美国奥运代表队的Ralph Lauren为其设计 这次的设计塑造出舒适又颇具正式感的美式休闲风 开幕服装上身是一件海军蓝西装外套 下身搭配经典的蓝色牛仔裤 闭幕式服装则是极具运动风格的夹克 帽子 Polo衫以及白色牛仔裤 夹克上有着醒目标式的美国缩写 拉夫劳伦再次创造出的设计不仅抓住了美国风格的精髓 还体现了美国队的精神和自豪感 澳大利亚上身是绿色西装外套 以渐层金黄与米白色吊点缀 下身则为米色短裤及渐层白着裙 处处洋溢着学院风气息 在夹克内衬上还秀有从1896年到2020年301名 澳大利亚所有金牌得主的名字 象征着他们的运动精神同在也具意义 意大利对服由Armani旗下的IA7负责设计 这是一套以海军兰为主调的优雅简约队服 队服上白色的意大利字样格外醒目 修身的线条设计以及IA7的logo磁绣 用色包含了绿色、白色、红色等国旗元素 既体现了意大利的国家特色 又具有独特的时尚风格 韩国对队服则是蓝色西服套装 上半身是舒腰西装 下半身是裤装 结合了跆拳道元素和现代西服的设计 面料由夏季羊毛材料制成 精致的韩国国旗传统刺绣图案在西服上 内衬是青花瓷图案 使用给人以平静感觉的强蓝色 代表东方和年轻进取的精神 加拿大队的开幕式队服由Lulalemon操办 以封叶红为主色调 融入代表加拿大各地的艺术、自然、建筑等元素的独特印花图案 诠释了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加拿大历史 滑稽自然特色 蒙古国队服将传统与现代元素融合 以传统蒙古长袍的乐为基础 韩运动员的传统长袍采用米黄色 上映由蓝色布料打底带有金色刺绣 庄重大气 女运动员则是用白色布料作为基础加入金色刺绣 其中颜色图案融入大量民族风格刺绣 胸口秀有沉积思寒的九族白旗 奥运火炬和巴黎奥运标志 展现出了独特民族魅力 国外网友也纷纷表示羡慕蒙古 为运动员提供了如此雅致又特别的服装 中国代表团不再是传统的番茄炒蛋 这次以着梦为概念 红白配色 结合了传统中式服装的元素 而运动服还是由安踏设计 今年是龙年 袖子上的浮雕龙鳞与之呼应 捷克队的开幕式服装创作出大胆而富有创意的风衣 在外套上设计墨迹形状图案 这是对捷克艺术家的致敬 体现了捷克文化的底蕴 英国对队服由阿迪达斯提供 时尚的运动风格 灵感是1924年运动员所穿款式 以此来庆祝英国体育100周年 当然除了上述队伍 还有许多国家的队服也各有特色 队服不仅是时尚的展示 更是体育精神与文化的载体 每一个国家的队服都承载着各自的文化 历史和价值观 那么大家心中觉得哪个国家对队服最美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